明王朝的辽东地区 为什么会成为迁系这个王朝安危的火药桶 心怀大致的崇祯皇帝会对辽东地区做出怎样的部署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风雨辽东 在崇祯皇帝登基之前 大明王朝就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 内忧来自于王朝内部 而外患则主要是指后金的威胁 后金政权崛起于隶属于明王朝的建州地区 这个政权就是日后已清命名的王朝的前身 他在努尔哈赤的领绕下不仅日益强大 而且建立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八旗军队 对明王朝忽视眈眈 时刻准备入住中原 几番交锋后 后金政权占领了明王朝辽东大片地区 崇祯帝刚刚登基的时候 辽东局势的变化 已经严重影响到明王朝江山社稷的安危 那么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 是怎样占领辽东地区的 崇祯帝登基之后 对事关重大的辽东地区 又做出了怎样的安排部署呢 厦门大学傅晓帆教授 和您一起走进那段 风颜四起的岁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风雨辽东 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616年 这一年的正月初一 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 在赫图阿拉城 把原来隶属于大明朝的这个建州啊 改为金国 意思是他要建国了 为了和这个南宋时期女真族人建立的金国相区别 我们称诺尔哈赤建立的金国为后金 诺尔哈赤自称大寒 也就是皇帝 年后是天命 意思是我这皇帝啊 是上天任命 就从这一天开始 辽东地区以东的这一块地盘啊 出现了一个与大明朝分庭抗礼的国家政权 可是这个金国建立之后啊 似乎并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 反而是连年遭受这自然灾害 国内粮食奇缺 百姓开始逃亡了 这国家的政权呢 基础就不稳了 这努尔哈赤啊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 缓解社会矛盾 他下决心 要向西进入辽东平原 打一场战争 目的是什么呢 截略粮食人口和财富 这金国呢 位于这个长帆山地区 他要向西进入辽东平原 有两个重镇 必须要攻克 哪两个重镇呢 一个是蜀顺 一个是清河 这两个重镇呢 距离不远 互为鸡脚之势 无论你先攻哪一个城 他们都会相互支援 这个攻城的部队呢 就很有可能受到两面的夹击 而且八旗铁骑啊 攻城是弱项 一旦强攻 损失会很惨重 所以这努尔哈赤就拿不定主意了 先打哪个呢 究竟怎么个打法呢 一时犹豫不决 就在努尔哈赤给自己庆祝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 他儿子黄太极对他父亲说 傅涵呢 我建议咱们先攻打府顺 这努尔哈赤就问为什么呢 这黄太极就说 四月初八日到四月二十五日 傅顺城要举行马匹交易会 到那个时候各地的商人会很多 咱们派得力的勇士化装成半马的商人混进城去 然后我带着五千人马悄悄的趁黑夜 埋伏在城根 咱居火为号 一定会一举拿下傅顺城 这努尔哈赤一听儿子的主意棒啊 当下拍板 好咱们就先打府顺城 可是当这黄太极把这个攻打府顺城 这工作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 这努尔哈赤呢 有点犹豫了 为什么呢 他想啊 这府顺啊 毕竟是大明朝的边关重镇 你要打府顺就意味着要和大明王朝公开宣战了 你要公开宣战总得有理由啊 要出师有名啊 那么以什么名义对大明王朝宣战呢 这个名义得是事实 为这事啊 这努尔哈赤还真费了不少脑筋 过了一几天之后 他终于传出了七个理由 他称之为七大恨 而且照告上天呢 实际上就是制造社会舆论 这七大恨啊 其一呢 是这个明朝军队啊 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 其二呢 明朝的边防军啊 不断的蚕食女真的国土 其三 这明朝政府一向实行着 对女真族各个部落啊 进行拉一派打一派这种政策 就是这个七大恨 就给他这个战争啊 将要发动这场战争啊 披上了正义的外衣 明朝政府无论是对新成立的金国 还是努尔哈赤这七大恨 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趁这个明军和明朝政府 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这皇太极理应外合的计谋成功了 努尔哈赤一举拿下了辅顺 这辽东的总兵张成印一听说 这辅顺被努尔哈赤拿下了 联盟派兵去援救 结果半路中了努尔哈赤的埋伏 全军覆没 张成印战死 这一张下来 努尔哈赤缴获了九千多马匹 七千多夫甲州 实力是大增啊 哎呦 这辅顺成得手太容易了 获利还很丰厚啊 这个努尔哈赤占了这个辅顺之后啊 他不占领这个城池 他把什么粮食人口财富 截掠一空 然后把辅顺成一位平地 再然后呢 派他的人马拉一个长队 一百多里长啊 就沿着这辅顺的周边呢 就闭头发似的这么闭了一遍 这方圆几百里 五百多个村镇被截掠一空 罗走了三十多万人处 然后呢 编为迁户 把他们迁到了赫图阿拉城附近 从事生产 实际上就是奴隶 那么 俯顺成得手容易 获利如此丰厚 这就刺激了努尔哈赤和他手下 这些将领们的贪欲 孙子兵法说得好 何于利而动 不何于利而止 的确揭示了战争的一个重要规模 诶 这努尔哈赤就下决心 咱再打清河城 那么清河城怎么个打法呢 既然俯顺里营外合成功 努尔哈赤就故技重演 又怕一部分人化妆混入城内 利营外合一举拿下了清河城 拿下清河城之后 又是把清河抢劫一空 周边地区几百里方圆 也是劫掠的 什么都没上下 清河城和俯顺成 那么轻而易举的得手 这努尔哈赤就觉得 这大明王朝简直是不堪一击 这胆就越来越大 态度越来越蛮横 这手段也更加的残暴 努尔哈赤把被俘的三百名 手无寸几的村民全部斩首 留起一个火口 把双耳割掉之后 让他给明朝政府送信 努尔哈赤在信中说 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 你就派部队来跟我决战 你要是不敢派人来跟我决战 那就说明我做对了 拿钱来我就不打了 你看这口气简直就像一个战三为王 杀人越货 绑票勒索财产的这种强盗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努尔哈赤的行为激怒了冥王朝 明军集结重兵 要和努尔哈赤决一死战 那么明军和八戚军开战 谁的迎面更大呢 敬请关注谢的节目 重振那些年之风雨辽东 辽东地区的腐顺清河失守 从兵张成印战死 加上努尔哈赤蛮横无礼的态度 明王朝被震惊了 明王朝当时在位的皇帝 是常年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 但万历皇帝面对辽东的局势 也一改不理朝政的常态 立刻下令动员全国的力量调集重兵 要把努尔哈赤的后勤政权给消灭掉 那么明朝大军和努尔哈赤的八戚军 在战场上狭陆江峰 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辅顺清河失守 总兵张成印战死 加上这努尔哈赤蛮横无礼的态度 朝廷被震惊了 常年不理朝政的这个万历皇帝惊呼啊 叫鲁氏一张边士十分危机 这个女真族人太猖狂了 边境的情况太危险了 他立刻下令 动员全国的力量 要把这个金国给我灭了 彻底消灭了努尔哈赤 明朝政府集中了十几万人马 号称四十七万 分兵四路 向赫图阿拉城扑来 可是刚等他们的大队人马集结完毕 天降起大雪 真是天功不作美啊 可是对努尔哈赤来说 这叫老天爷帮忙 为什么呢 天降大雪天上地下白茫茫一片 给大部队行军造成了巨大困难 所以这个明军呢 一再的推迟进攻的时间 这努尔哈赤呢 就有了充分的准备的时间 而且呢 由于这个发起进攻的时间不断拖延呢 他这个明军的战略部署啊 就让努尔哈赤是了如指掌了 所以努尔哈赤啊 针对明军是分进合击的这个战术 他果断的集中优势兵力 他说了 平而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他注意捕捉战绩 准备抓住破绽 各个击破来犯敌人 也就是说等敌人犯错误 那么哪路人马会犯错误呢 一共四路人马分进合击 四路人马纵向排开 要想形成合为之势 除了正西方的这个 俯顺这一西路啊 是可以直接进攻之外 其他三路必须长途迂回到指定地点 然后同时发起进攻 可是西路人马 在杜松的率领下 却先期进攻了 这杜松是谁呢 这个人呢 打仗非常勇敢 而且为人非常骄横 出发前他就说了 大家别跟我抢 诺尔哈赤的人头是我的 他要争攻 他这一争攻 就是他自己的部队啊 脱离了友邻部队的协助 陷入了诺尔哈赤的重围 一仗下来 全军覆没 杜松战死了 这最北边这个总兵是谁呢 带队的总兵叫马林 他带人马从西北方向向赫图阿拉城扑了过来 可是刚走的半道上就听见这个杜松战败战死的消息 马上停渡脚步 还没等到安营扎寨呢 就遭到了努尔哈赤主力大军的攻击 大队人马被打散了 马林落荒而逃 坐镇沈阳指挥的杨浩一听说两路人马全打败了 联盟下令其他两路人马赶快停止脚步 这南路的这个李如柏还听话 马上停止进攻了 可是最南端向东迂回的这个总兵刘庭啊 不听号令 继续带兵深入敌后直奔赫图阿拉城 你说这刘庭为什么不听号令呢 两个原因 第一这个人也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 根本不把女真族人放在眼里 第二呢 由于这个努尔哈赤带着部队啊 在西北方向和杜松马林决战的 这金国的后方就比较空虚 所以刘庭挺进这个敌后的时候 没遇到什么阻拦 而且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他就更加骄狂了 更不把女真族人放在眼里了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是 杨浩下令让他停止进攻的命令啊 没有及时的送到他手里 因为他进入敌后太远了 可是当这个努尔哈赤解决了西路和北路 这两线敌人之后 调动大军回师南下 就把这刘庭所部团团围住 一场激战之后 全军覆没刘庭战死 至此这场战役结束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湖之战 整个战役经过大获全胜 明朝啊 惨遭失败 损兵折将六万多人 其实这场萨尔湖之战 明军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占优势 可是为什么打败了 我分析啊 有四个原因 第一啊 急于求证 这皇帝啊 他就怕天下出事 一旦出事恨不得马上把他给我平息了 当官员都急于结束这场战争 就对前方的将士形成了一种压力 使得前方将士各个心浮气躁 急于求成 这样呢 就容易暴露出自己的破绽 第二 清敌冒尽 朝廷上下根本没把这个罗尔哈什这个金国放在眼里 低估了这个刚刚崛起的对手 以为大军一到辽东 胜利指日可待 轻敌再加心急必然冒进 这一冒进呢 就让敌人抓住了战绩 第三 决策师 领兵打仗的将军 你得知道一些最起码的气候天气堂吃吧 至少你得知道辽东地区在这个季节应该是个什么气候 可是由于这个急于求成 清敌冒进 就不顾天气情况允许 在大雪天要和罗尔哈什决战 这就使自己的部队陷入了困境 第四 指挥师 明军虽然有十几万人 可是他分兵四路 而金国呢 兵河一处 这样一来呢 在局部区域啊 这强弱的对比就发生了变化 再加上明朝将领 不听调遣 真功冒进 就让罗尔哈什 抓住了战机 把明军是个个击破 另外呢 这八旗铁骑啊 这些士兵打起仗来非常勇敢 单兵交战 明军不是对手 而且这明军士兵大多来自于湖广和四川 不太适应着辽东冰天雪地的天气 因此明军就必败无疑了 撒尔虎一仗 对金国以至后来的清国而言 是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奠定了他后来地业的基础 撒尔虎一仗 罗尔哈什取得完胜 他这会儿就有了扩张领土的本钱了 罗尔哈什把首都签到辽阳 就意味着明朝在辽东地区的统治结束了 不久呢 他又把首都签到了沈阳 把首都签到沈阳之后 他就在沈阳开始大兴图木建立皇宫 然后仿照明朝的政治制度 开始完善金国的国家体制 就这样 金国这个时候 虽然国势很弱 但是他的八旗铁骑 打仗非常勇猛 所向披靡 时刻准备入驻中原 这就是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 辽东的局势 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急于要收复辽东呢 按照当时的说法是 天下安危系九边 九边之首在辽东 也就是说 天下的安危靠长城防线维护 而整个长城防线呢 辽东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可见辽东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在崇祯皇帝的心中 一直营绕着中兴大明收复辽东的情景 那么在他的心目中 谁是接受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词 风雨辽东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 辽东问题已经成为大明王朝的一块心病 一方面 辽东问题不仅是编换问题 而是迁徙到王朝安危的大问题 稍有不慎 让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入关 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另一方面 收复辽东也是崇祯皇帝 忠心大明重建强盛王朝的一个标志 所以崇祯皇帝登基之后 就对辽东问题异常重视 那么他会威派什么样的将领 来承担收复辽东的大任呢 请继续收看崇祯那些年词 风雨辽东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 然后铲除了这个燕党集团 立刻就任命袁崇焕 为兵部尚书兼寄辽登来天津的都师 在当时除了内阁首府 这就是最大的官 你说崇祯皇帝怎么这么信任袁崇焕呢 除了崇祯皇帝特别急切的要收复辽东之外 还有就是朝中有人极力推荐这个袁崇焕 说袁崇焕曾经打败过金兵 而且他不怕死不爱钱 袁崇焕是明朝末年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就是到了今天对他的评价 还是众说分君莫衷一事 那么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领兵打仗的将军而言 袁崇焕有四个特点 第一 温如双全 袁崇焕是近史出身 自然是饱读诗书 同时他特别喜欢兵法 兵学素养很深厚 比如他在福建少武之县的时候 平常没事就和一个老兵 聊这个辽东地区的战事 谈起这个军事部署啊 谋略就是倒背如流 到了宁远之后 他身先士族 打仗非常勇敢 第二 忠心爱人 袁崇焕是个近史出身的国家 到了退休的时候 怎么也能混个四品吧 这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啊 能混到四品就不错了 可是袁崇焕不满足于此 他选择了去辽东 那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死亡的地带 那么袁崇焕为什么选择去辽东呢 因为他想建功立业 他想报效国家 要收复国土 第三 袁崇焕为官青年 袁崇焕这个人一生非常清智 就靠他那点俸禄过日子 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都没钱回家安葬父亲 是靠他的朋友和同僚凑盘缠 他才回到了老家 袁崇焕死的时候 家无余子 就是一分钱的积蓄都没剩下 在贪污成风的明朝官场上 这样的官员是凤毛麟角 第四 胆大忘 这说的是两个特点 先说他的胆大忘 金国把整个辽东地区占领了 明军退守山海关 有一天 袁崇焕一个人骑着马 出了山海关进入辽西走廊 几天之后回来 对他的上司说 给我士兵马匹和钱梁 我就能守住宁远城 这宁远城是 沾海关以中一个重镇 这说的是他的胆大 再说他的妄为 有一次 袁崇焕奉命去核查一位副总兵 贪污军饷的事 这副总兵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师长了 这官也不小了 经过核查 完全属实 这副总兵也承认 而且痛哭流涕的 表示下次不敢了 可是这袁崇焕 二话不说 拔出剑 当时就把这个副总兵给砍了 副总兵手下的当兵都不干了 抄袭家伙就要和袁崇焕拼命 这会总兵出面了 把这些差点滑边的士兵才安抚了下去 就是这位袁崇焕 虽然守宁远城有功 但是因为得罪了燕党 被弹劾 他只好以有病为由 辞职回了广东老家 正在他在老家待着没事的 接到了崇祯皇帝的任命 于是袁崇焕 从广东老家赶到了北京 袁崇焕刚刚进北京 崇祯皇帝迫不及待的 就召见袁崇焕和其他一些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讨论如何收复辽东的问题 皇上刚见到袁崇焕 立马上前热情的问候道 爱心啊 你万里富人辛苦了 接着又问 这个女真呢 在辽东地区 为患已经十多年了 直闹得国土伦丧 是生灵涂炭 爱心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收复辽东呢 快告诉我 你说这心情多急切 袁崇焕不紧不慢的说 皇上 关于平辽的方案 我都写在给您的奏书上了 您对我有知欲知恩啊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回报的 这话听起来就是一个套话 关键是最后一句 袁崇焕说 如陛下愿假以便一计 五年全了可付 意思是 皇上你给我灵活处置事务的权利 我保证五年收复辽东 皇上一听这话 五年收复辽东 哎呦大喜过望 马上说 五年收复辽东 那可是最好的评辽方案了 哎呦 如果你能够五年收复辽东 我给你封侯 哎呀 这可是解明到权的好事 你一定要加倍努力啊 你的子子孙孙都可以 世世代代享福了 明朝规定 异性不封侯 除非有特殊的功训 你看 崇祯皇帝一听说五年要收复辽东 马上承诺给你封侯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承诺呀 可见哪 这崇祯皇帝要收复辽东的心情是多么的急切 周边的这些大臣们一听啊 五年收复辽东 交口称赞都说 哎呀 这袁崇广真是人才呀 真是有胆有识啊 可是这个时候在场有一位兵科几世忠 却不以为然 这兵科几世忠啊 是专门监督这个兵部官员的 他觉得有必要给这个新上任的寄辽都市提个性 趁着皇上出去休息 他悄悄的被袁崇广叫到身边就问袁崇广 你说五年收复辽东 你有什么好办法 袁崇广心想 我收复辽东什么办法 那得跟皇上说 跟你说得着吗 不小心露个什么话筛 你还给弹劾我 所以呢 袁崇广就应付到 圣心骄劳 辽以士相畏而 意思是 哎呦 皇上对辽东这事太好心了 我不过是用这话安慰安慰话 这兵科几世忠已经心里大吃一惊了 心里想 天哪 这种牛你都敢吹 连忙提醒袁崇广说 当今圣上很英明的 你可不能用这种大话去糊弄他 如果到了五年之后 你收复不了辽东 你怎么向圣上交代 袁崇广是 笑得不回答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明朝空之的宁远城发生兵变 威胁到边防的稳固 新上任的寄寥都市袁崇幻 究竟是怎样平息这次事件的呢 今天关注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职 单济平兵变 袁崇幻在辽东地区任过职 他知道辽东局势的复杂 他也知道八戚军队的骁勇善战 但是他仍然当着崇祯皇帝的面 说出了五年复辽的好言状 那么他有什么资本 敢花这样的海口呢 你说这袁崇幻怎么敢吹这么大的牛呢 因为他有吹牛的资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公元1626年 就是崇祯皇帝登基的前一年 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 号称十四万 大举南下 辽河以西八座城池不战而降 大军就兵临宁远城下 宁远城已经是一座孤城了 这个时候宁远城的首将就是袁崇幻 袁崇幻拒绝了努尔哈赤的右乡 抽出宝剑划破手指写了血书 激励全体将士 率领不到一万的居民 准备和宁远城是共存亡 这袁崇幻不仅有胆有识 而且有新式武器 什么新式武器呢 红衣大炮 就是英国出产的一种火器 这种炮啊 炮管长管闭后 射成远 炮弹射出去还可以开花 对密集进攻的骑兵 是有的极大的杀伤力 远城换在宁远城 布置了十一门这样的红衣大炮 用极弹的火力 对攻城的后军骑兵 造成极大的杀伤 直杀的后军骑兵是尸骨遍野 尸击如山 后军大军勾攻了三天之后 突然停止进攻 悄悄撤兵了 大家不禁要问 当时进攻势头这么猛的 怎么突然停止进攻撤兵了呢 据史书记载说 炮过处打死北极无算 并击黄龙目伤一臂王 意思是说 这红衣大炮炸过去 把这后军八旗铁骑炸死 死伤无数 打中了 努尔哈赤的黄龙目障 伤了一个碧王 就是一个小王爷 有人推测 这个碧王就是努尔哈赤 因为不久 明远战败不久 努尔哈赤就死了 很多人 都采用了这种观点 都相信这个说法 可是我认为 这个说法很难成立 为什么呢 其中有两个疑点 1.1 如果说 袁崇焕用红衣大炮 伤了努尔哈赤 为什么他在给朝廷 报告明远大劫 和朝廷 嘉奖他的圣旨中 对此事一只字不提呢 1.2 1.2 这个努尔哈赤 兵败宁远 是1626年的正月 努尔哈赤死于当年的8月20日 其中有八个月的时间 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 努尔哈赤并没有在家待得养伤 与此相反 他却在积极备战 4月份带兵 攻打蒙古 5月份 率兵 南下 击溃了明朝将领 毛文龙对安山的袭击 在这个过程中 努尔哈赤根本不像是一个身负重伤的人 清朝的官方史书记载 努尔哈赤是病死的 究竟得了什么病 却只字不提 可见呢 努尔哈赤到底是怎么死的 至今是一个谜 其实金兵撤兵 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 努尔哈赤间的宁远城攻不下来 而且死伤惨重 于是必时积蓄 分兵去进攻宁远城的粮食足给基地 绝华岛 也就是现在的居华岛 这绝华岛离宁远城18里 海上距离8里 袁冲汉没想到 这个努尔哈赤会进攻绝华岛 因为他知道这后金没有水师啊 可是没想到那年呢 本来战争打的时候是正月 而且那年冬天特别的冷 大海皆兵了 海岛和大陆连成一体 首岛官兵凿开兵面 可是很快就冻上了 你说大海的屏障一失去 绝华岛就无险可守了 后金八旗铁骑士 长驱直入 一下子就拿下了绝华岛 七千官兵战死 七千平民和商人被屠杀 两千艘战舰被缝毁 诺尔哈赤缴获了二十万弹粮食 这二十万弹什么概念 一千二百吨呢 那可是五万官兵一年的口粮 这对努尔哈赤来说那是意外收获 所以努尔哈赤要把这些粮食搬回家 所以撤兵 让士兵们去搬粮食 搬不走的 一把火全烧了 虽然这个绝华岛损失惨重 袁崇焕毕竟取得了这个宁元保卫战的胜利 这场战役的胜利 对明朝来说意义重大 遏止了努尔哈赤南下的势头 打破了八七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 后来这个努尔哈赤死了之后 他儿子黄太极继任大汗之后 率兵再度攻打宁远和锦州 再一次的兵败而归 所以这袁崇焕呢 他就有这个本事吹牛 五年全聊可复 这皇上休息了一会儿 回到了大殿 就亲切的问袁崇焕 爱卿啊 这五年处聊你究竟如何进行呢 这会儿啊 这袁崇焕神色严肃的说 这辽东问题啊 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四十年积载下来的结果 要想五年收复辽东 您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 而且必须渐渐落实 否则五年收复辽东不可能 皇上一听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袁崇焕就说 要确保辽东参战将士的军相 皇上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对负责 筹集军响的这个户部官员说 立刻筹备 不能让前方将士短缺两响 袁崇焕接着又提要求说 以后运到辽东地区的这个武器装备 必须是最精良的 而且使用起来得心用手 皇上马上答应了 这也没问题 然后转身对这个工部负责 武器装备的官员说 以后运到辽东地区的武器装备 必须把制作的工架和监管的 官员的名字给我注在兵器厂 出了质量问题 拿他试问 皇上这么支持他 这袁崇焕胆胆就更大了 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 他说 以后这个户部和兵部啊 要用人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该用的用 不该用的 立刻罢免 这有点太敏感了 这是朝皇上要人事任免权呢 皇上想都不想 当时就答应了 转身对户部和兵部上书说 立刻照办 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场 就是一个现场办公会 可见这崇祯皇帝对收复辽东这件事 是多么的重视 心情是何等的急切 袁崇焕一具五年权料可付 对崇祯皇帝的影响太大了 那简直是要什么给什么 这袁崇焕 见皇上这么卸任自己 就提出了更难的要求 任正换说 以我的力量要制服辽动 戳戳有余 但是我没有办法 让满朝文武个个满意 再加上我一旦立了战功 就会受到人的嫉妒 就会有人弹劾我 议论我 诽谤我 他们这些议论和诽谤 并不能阻碍我干事 但是他会动摇我的意志 听到袁崇焕的这个要求 崇祯皇帝犹豫了 站起身来 在大殿里慢慢的踱步 这有点为难皇上了 因为什么呢 这是要皇上出面 压制朝廷舆论了 可是这个崇祯皇帝略做思考之后 对袁崇焕说 此事我心里有数 你不要介意那些闲言碎语 哎呦 皇上如此的信任 袁崇焕就表决心了 说 如果我不能收复师弟 我没有颜面见皇上 这看皇上没什么反应 接着暗示皇上说 臣才疏学浅 希望皇上给予教训和指示 皇上没理解他的什么意思 达非所问的说 你的回答很有条理 不要谦虚了 希望你 实现你的承诺 赶快准备 尽快出兵辽东 辽东人民还在等着你呢 这袁崇焕 欲言又止啊 想说不好意思开口了 这会儿呢 这个旁边站着的一个内阁大学士 明白了袁崇焕的意思 联盟对皇上说 皇上 请您赐给袁崇焕 赏方剑和变异行事之权 皇上这才恍然大悟 马上答应行啊 没问题 就这样 袁崇焕呢 获得了一个最高军事长官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权力 得到了一个君主的绝对的信任 那么 袁崇焕得到如此信任之后 他五年之后 能够收复辽东吗 崇祯皇帝能够兑现他的谋言吗 我们下回再说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